逃离班主任女儿跑酷 走不走了 上美书课居然迟到了 报告 班主任的课居然敢迟到 放学发扫男厕所 亏班主任想得出来 我一个女生怎么打扫男厕所嘛 今天我们来学临摹课 临摹对象就是我家天仙女儿 快点折服在本楼仙的美貌之下吧 老师的女儿 她是个超级无敌的资料玩乐 快回来 你把送去医院抢救了 弄彼此 放学不用你打扫厕所了 帮我照顾下我的女儿 好吧 放学后 诺米茨把班主任的女儿带回了家 小贝正在一旁乖巧地写作业 小贝今天怎么这么乖呀 小贝还给你热好了牛奶 姐姐快喝吧 你是谁呀 快出嘴 那可是小贝给诺米茨姐姐热的牛奶 小扑腹在那边乱好什么呀 这牛奶就该给我喝 懂不懂什么叫做代课之道啊 你年龄比我还小呢 少来教训我 是吗 让我来看看你们高年级都学的啥 诺米茨姐姐 她在动我的作业 警告你们快放 老师在这给我待着 我们去找你妈妈告状 居然敢欺负小朋友 欢迎来到高老师跑酷 小魔仙的妈妈就在跑酷的终点 中途会出现各种学科的老师拦路 希望玩家能够发挥杀雕的智慧 妥善应付 先拿脚在旁边试探一下 诺米茨姐姐 这次高老师的任务 看上去并不容易 对呀 不仅有跑酷 前面还有老师等着我呢 是我草草到 草草就到 我是国语老师 请用以下片段做首诗 这 我问君能有几多愁 恰似乍栏卡狗头 绝世好诗 没想到就这么轻易的 我后过关了 作为通关奖励 我得告诉你一串密码 一一二二 后面的关奖会对你有帮助 我是数学老师 从一写到一万 你会用多长时间 三秒 比我还快 你可真是个天才 小辈两秒就可以写到 不会评论区里 还有人答不上来吧 这一关就使用 刚才得到的密码 一一二二二二 跳过来就行了 诺米茨姐姐 咱们目前很顺利哦 这时前面突然出现了 学校的恶把三只 他看上去很嚣张的样子 你选择 用他下去 不要啊 讨厌 又缠出一个障碍 现在咱们离终点越来越近了 小辈已经迫不及待 要看巴珠 怎么收拾他这个臭屁的女儿了 不许告我老妈 你们两个快点给我回来 要我们回来也可以啊 那你快点跟小辈道歉 本魔仙打从娘摊里出来 就不会道歉两个字 这样吧 你们俩如果实在气不过 可以回来打我一顿 我绝对不还手 这这这这 他他不是有什么大病吧 怎么他主动要人打他呀 我们打你干啥 平时你少少大小姐脾气就算了 但这次你居然直接对小辈的作业下手 这是不是太过分了 我帮他写作业 你们不应该感谢我吗 再说了 我妈妈可是班主任 就算我比小辈姐姐的年龄小 我的成绩肯定也比他要好 真不知道你们在那边生什么气 不管小辈的成绩好不好 哪都是小辈的作业 都应该由我自己来完成 再说了 你看看你画的什么东西 我家磁脸长这样 长这样呢 你别笑 那是他自己长得丑 真能怪我吗 算了你们安告状就告状好了 我又没做错什么 我反正不再怕的 你看上去很嚣张啊 烈烈烈 希望你一会被老麻揍的时候 也能这么淡定 妈咪四姐姐 终结快到了 小鸟 快给我道歉 对不起 我错了 行了吧 耶 胜利